全国溺水死亡人数比火灾高出20倍 消整局统计结果显示 今年首6个月 全国就有842人死于溺水 比火灾遇难者高出整整800人 因为溺水和火灾受伤的民众 则分别有4309人和209人 火灾吞噬财务的破坏力十分惊人 只是6个月就造成11亿2000万令吉财务损失 而当局还成功挽救了15亿6800万令吉财务 这段期间消整局共接获了超过5万宗火灾投报 进行了27000次拯救行动 另外还有将近7000次特别行动 例如捕捉危险动物